Coco早餐 Coco's VIP 好 我们今天回到节目现场的同时 就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食品的安全应该更用比较严厉的角度来看待 不只是现在的所谓的大桶的油 还有很多什么莲华有没有带工等等 看得出来 我就发现我们原来在超市卖东西 多半都带工来的好奇怪 对不对 我们介绍现场的来宾 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食大化学系的教授吴嘉诚 吴嘉诚 吴嘉诚早 Coco好 那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谢谢吴嘉诚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就是非常精彩的 一个大概你们等于是半个一个杂志 这一期大概半个杂志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是 而且我们缤纷真的非常的多 因为其实我本来是公亲 后来也变士族 我们先介绍你的名字 金周刊的主编李建新 李主编 非常谢谢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真的是要强力推荐大家看这一期的 最新一期的金周刊 太精彩了 叫做黑心油商的贪婪骗局 你们做了非常多来龙去末 这个东西应该大清早 就总统府把它印出来给总统看完 因为我觉得总统对食品安全的危机 他的进入的情况稍微慢一点 因为这个不是他 本来不是他应该主管的一个题目 可是他昨天已经说了 要召开食品安全的国事会议 对不对 所以要了解大统的这个骗局的背后里面 知之节节出来非常多 奇奇怪怪的台湾的生态结构的问题 台湾 我讲生态结构是业者 以及台湾的共生利益链的问题 对不对 是 我希望马总统真的也听过金周刊 对 你们常骂他的大清光 是 是我们很怕 很怕又像洪家舅舅一样的状况出现 就是说 希望马总统也真的听过 金周刊 然后其实我们这一次其实真的是 是缤纷非常多路 就是说其实事件爆发之后 我们一直都在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事件爆发之后 我们一定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他真的是太离谱了 那所以我们就缤纷多路 我想说 其实也接获非常多的民众的一个爆料 所以我们 我们也跑到他的 就一路是 有一组人是守在他张宾工业区的 这样的一个 这所谓的工厂外面 然后呢 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我公亲变成氏族 就是说 我原本 原本礼拜天 还安稳的在家里睡觉的时候 就早上六点多 就被总编抠去 说建议你赶快去 去听说我们去接获宪报 说他在台中那边有豪宅 我有什么 赶快 因为我对房地产稍微有点了解 所以说 去了解一下 就是说他的 他现在他住的状况 还有包括说他发机的地点 还有他的以前发机 刚开始的第一个工厂 到底在哪里 那其实真的有点 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说 哇 真的 其实媒体也真的很厉害 你就会发现说 去那边里长都快被 快被媒体给烦死了 因为很多人都 媒体都真的很厉害 都会打电话到 到里长那边去 那当然我们也不例外 只是说我们 比较有突破 就是我们成功的潜入 就是媒体大逼 他住着那个别墅群 是 那个别墅真的要跟 各位听众朋友 大概提一下 真的是非常豪华的一个别墅 我觉得七起是一个开阔的 也就是说 是外人可以进去 可是它是一个封闭型的别墅 那我觉得它有点像小天母 好 那天母来讲的话 天母还是一个外人 可以进去开放式社区 可是它不是 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一个社区 我记得 我们是怎么进去的 其实可以 可以 可以报自己的料一下 我们是 透过 透过 不动产的 我们是假装说 要买房子 那边购物 那个没有卖掉的房子 还是购物房子在卖 还有房子在卖 那我们要看的那个房子 就是刚听说是抹上市公司 一个姓洪的老板的房子 但是我们也不方便讲 那其实我们也没再进一步追查 因为重点 重点不是人家 我们你先讲一下 那个高正立他们家 我看到你们写说 你们看到他们家 好多名车 可是他那个检察官说 他名下没名车 可能不是登记在他名乡 OK 是 那的确他那个宅院里面 我们透视进去是一个Saba Saba的名车 我们后来去比 Saba还OK Bandley 可是 他是很有钱 之前的Saba 是 那个车号 第一 你看到550号 你有那个本事 用那个 用那个连号的 大概就已经价值不菲了 他的车号都是用55 55连号 为什么他要55 他可能觉得 这是他的lucky lucky number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回去擦 Saba的一个网站发现 这台车308万 它并不是一个等闲吃贝的一个车子 那当然就还有听说了就还有福尸 然后还有宾室 还有BOBO的车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Saba的车 我们就觉得更加确定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没有说很确定 可是后来我们就立刻再去反复的追查 果然他就是住在这没有错 而且你知道整个社区160多户 人家那个是民国75年盖的一个社区 其实很多他的邻居的房子都是有点旧了 可是他的他的房子其实是整个都翻新的 而且因为他的从他的容积跟渐币可以渐币率可以再重新申请 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比较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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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完全使用到 所以说他是所有社区160几户里面是最高的一户 我问你哦 他们这个家这个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对不对 都是住在那里吗 都在台湾吗 都在大同长级公司吗 他的儿女 听说两个女儿都是 然后我们也跑到他们的那个所谓他们的主厕 也就是说西州 那个三条村 然后有刚好刚好他们的状况有点特别 就是说他们刚好上一代 同宗族里面有一个姓柳的 也有姓高的 其实他们是同学员的 就是说同一个 对对 这个也是人家隐私 我就不特别讲 然后我们刚好问到姓流姓的一个一个堂兄 然后就可以问 就就就就知道了一些事情 而且刚好也有一些 一些起老 其实其实三条村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都都都都称他的小名叫李啊 就台语台语嘛 就是高正丽就是李啊 李啊 他说啊那个李啊与五子的姻那还在做医生 那那是我们这样子听说了 但是是是相离这样讲 那他的其实其实他们高正丽的五个兄弟姐妹 就四个就是五个男的一个一个姐姐 就是高正丽那一代 其实成就都还不错 就是说听说 听说有的是到海外经商 那有一个是农产运销的总干事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也是医生 我们也不要伤及无辜就是了 如果高家兄弟的姐妹都没都没有这个设计啊 那这个是讲高正丽的这个背景啊 就是说他是一个乡下的彰化的西州乡的三条村长大 那那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炸油的这个传统为主 那他从小他高中毕业高职毕业之后就开始炸油变成今天 好这个等一会我们这个是其中一段啊 就是金周刊最新一起讲到这个贪婪骗局 去起底高正丽这个人啊 那可是还有一段啊 就讲说这去年十月一个检举人 我觉得这检举人应该拿来颁奖才对 弃而不舍的检举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可是这个我们呢 在进广告之前想请教吴嘉诚教授 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大统的长级公司 他用那个假的就是餐餐假尾帽嘛 对不对 用棉子油当成是橄榄油什么什么油 那昨天呢 这个当中间大家就担心说棉分是不是对身体有毒啊 造成长期不孕 那昨天我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卫福部啊 的卫生食品管理所公布了说 他们把彰化卫生局拿来的这个大桶的油来验 其中没有棉分 不过卫福部啊 他们在检验的 卫生局在检验的时候都检验不出 所以人来了 那这个棉分检验的这么有权威嘛 我来请教吴教授 你怎么看 而且我觉得我们卫福部好好玩哦 他自己一检查完就立刻公布 好像他是那个大桶沙拉油的那个 投资股东啊 或是大桶沙拉油的董事长一样耶 好奇特哦政府官员的态度 那有点像是替这样的公司在做这个 对哦 把关跟发言 实际上这个这个部分的这个检验的 这个细节跟过程 以及他的这个结果 应该把它公布出来 甚至他所使用的这个方法 他在检验的过程的前处理当中 因为我们最担心一个样品 在做检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经过你的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呢 那他已经变质了我们要测的那个代测的物质 已经不见了或者变成其他的这东西了 包括进入仪器的时候 这个仪器没有控制好的时候 包括仪器的温度没控制好 那东西都可能分解 那也可以故意不控制好 对可以故意不控制好 那个仪器如果说他的里面的这个 酸碱值没有控制好 这个东西也可能不见了 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来 精密仪器检查本来就是一个很精密的这个过程 不是不是这合理吗 就是说在这个现在这个风暴的发展过程当中 这个检调正在查 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虚假的情况 那突然卫福部就这么开心的公布一个 而且还昨天下午 很紧急的公布 他做过去做事动作也没那么快 我觉得这些官员们 要不然就是白目 要不然就是问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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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要很快速的 让大家不要担心 对应对社会的一些变化 但是可能就没有考虑到 实际上科学的这个事情 还是要有科学的依据 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机密度跟准确性 他如果没有审慎的去考虑 或把他的数据检验得很清楚的时候 这个时候真的被真正的专家拿出来看的时候 他可能就变成所谓漏洞百出的这个问题了 可是吴教授再请教你 昨天我们看到联合报访问了这个刘廷英先生 因为他是过去的食品工业研究所的这个所长 而且他还有人标榜 他是国家食品安全的国家的宝贝国宝 那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棉子油在提炼的过程当中 棉酚不会融入油脂 而是留在棉子的渣宅里 那民众不住不必过度紧张 这个似乎又呼应了 昨天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食品药物管理处 所公布的这个检验报告啊 就是昨天刘廷英才接受访问了 然后他还说长期吃棉子才会不孕 那看起来好像是你们这些人 这个比较这个夸张的惊恐了吗 是不是这样 一般来讲我相信老百姓是夸张惊恐 当然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样的夸张惊恐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你榨了这个棉子本身就跟你的油有接触嘛 那有接触的这东西怎么可能不过去呢 即便是说是 哎我 有一个人生病啊 我们跟他接触 我们都可能有这个所谓病菌的感染之类的东西 再何况说这些化学物质本身的比这个病菌要小的非常非常的多 他在有接触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说不传递过去吗 或不感染过去吗 然后过去了之后 你如果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 能够都把它去除吗 所以这个发这样的这个新闻 实际上在一个非常奇怪的这个点 当然我们在台湾的社会 我们过去也不是没有没有没有发现过 对 可是他说棉分不会融入在油脂里面 他本身是会融在油脂里面 因为他是一个高的分 蛮大的分子 好我们等一下就吴教授从专业来再帮我们来解读 马上回来 8点33分12秒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要特别请教了吴嘉诚教授 这个师范大学化学系的这个权威的吴教授 提到了昨天呢 这个刘亭英食品研究所的前所长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棉分不会融入油脂啊 这个应该不会造成这个毒害啊 他不认为有这么严重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们的卫福部呢 的食品药物管理处昨天晚上公布说 彰化腺卫生局给的大桶的油里面没有棉分 那是不是就没毒了呢 这个吴教授不认为是如此 对不对 那你认为应该还有什么样的检验机构再去检验吗 其实这个部分的这检验机构最好是一个非常公正独立的检验机构 台湾有这种机构吗 所谓叫第三者的检验的单位 那这个第三者的检验的单位最好 他也不是在我们所谓的卫福部下面所做食品卫生检验 所管辖之下的一个实验室 这样大家会比较相信 所以我们其实将来应该在如果有一个马总统昨天宣布说要做食品安全的国事会议 如果下个月真的召开的话 那这种才是彻底的釜底抽薪的一个建议吗 没错 因为要不然的话过去以常就是这样子吗 卫福部所掌握的这个检验的这个资讯呢 通常老百姓也不见得拿得到 那他要拿到要发布出来的时候 常常是对他有利的那部分去做相关的这个发布 然后有然后业者都比较事先知道 对业者就比较事先知道 那有些东西应该给老百姓知道 他也可以不给我们老百姓知道 所以这变成掌握了这样的这个资讯 那这个有时候就对我们影响很大的 但是我们终于长期吃这个假的东西 微帽的东西毒的东西 你从梳化剂这一波到现在两年 终于我们的政府发现事情大条 要开始一个国事会议了 那这个国事会议开半天 如果坏人那么坏 其实也很难处理 这一期的荆州刊爆得好精彩 这个怎么去检举人妻而不舍 搞一年才把他揭发 这个在现场是荆州刊的主编李建兴 这个告诉大家 建兴你们这个采访 这个是兜了各种不同的这个资讯 而且去查证 快告诉我们这个检举人太了不起了 可是中间真的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对不对 是其实我真的觉得 他真的比甄嬛状还要好看 就是说真的是一开始 其实事情的源头是去年十月的时候 就是说有人通报到 就是说有一个检举人 他是一通电话说 那个大同还好有鬼 你们要去 感染有不存 对要去看一看 那彰化县政府的一个态度 当然会 他们会觉得说他不具名 彰化县政府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结果卫生局就讲说他没有具名 可是他们不管他们具不具名 他们都有被要求说 那你一定要在短期之内回复 可是可能一时半刻也查不到什么 结果这个检举人就急了 然后他也就 第一时间彰化县卫生局有去大统查吗 有 然后可是他们后来也到了 就是说 听说啦 我听彰化县的卫生局这样讲说 他其实非常弃而不舍 一直打电话来问说 你们到底查得怎么样 你们去查了吗 非常的弃而不舍 所以其实外传啊 也有人说 他会不会是员工啦 就是说 当然当然我们这个不可考 可是他后来 他当然当然 地方他觉得没有办法 他就往中央去 可是他 这是10月 去年10月检举 那彰化县卫生局查不出谁人来 他11月又打了电话 是 他就不断的又打电话 那彰化县政府 其实他们也不是查不到东西 他们去查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市政 他没有办法 因为一开始 你只能查他的一个 去去查查 你还不太能够 看不出他是假的 不纯的感染油 或者是说你 你查错 你只能 你只能就是说 大概知道 就是说你的标识跟安部不合 所以说我去 我可能就来罚一下 说你你这个不太对 就这样子 这是第一次 张化县卫生局 但我检举人 向地方政府检举之后 卫生局要不要通报中央 卫生署 是要 所以卫生署也是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这就是为什么卫福部的部长跟次长都说 一年前就知道 那他在没有什么效果之后 他第二次又打电话 他为什么又打电话到新北市卫生局呢 因为他觉得说我换个别的单位 我来试试看嘛 那当然就是说 我就说这个检举人非常的弃而不舍 那当然我觉得说 所以以后我们民众检举 不管你跟媒体检举 或跟公家单位检举 真的要像这位民众这样弃而不舍 新北市第二次也没什么效果 是可是那也没效果 我觉得情有可能因为有一些东西 是要 因为我们金周刊自己也拿东西 曾经去验过 就像我们也验过毒淀粉跟毒酱油 那是需要 那是我们后来毒酱油验到 但是后来 其实我们后来 我们以前都以为说拿去验 就是说我一个东西拿去验 它的化学是会全部list出来 结果错了 因为你变成说你要mark 就是说你怀疑什么 你去就有点像我们健康检查 你并不是说你一个人 你放S光机什么病 它全部都会出来 你要知道说你可能 可能脑 是验什么才有什么 是的 所以说它是事与否 这是第二次新北市卫生局 第三次呢 对 后来他们去彰化县去验的时候 就发现说 他们就 他好像第三次 这个检举人又去告了 是不是 告到又回到彰化县卫生局 后来这因为任何的东西 因为在他们辖区里面嘛 一定都会再回到彰化县的一个卫生局嘛 那他们去验呢 其实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过程 必须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的 就是说他的 你会发现他每次验 他的成分都在变 这个是关键 而且越来越真哦 真的越来越真 越来越好 然后我就问彰化县政府 说可是一般的公务员都会觉得 越来越真 好啦你就越来越真了嘛 那就放你印嘛 他说你们为什么会反而觉得不对 他说如果他的成分是OK的 他干嘛每次都要变动 你的意思说是到第四次的时候 彰化县卫生局发觉 他们已经几乎跟真的橄榄鱼 一模一样 百分之百了 跟前面三次比 他的那个成分是越来越好 你这样不是预该迷章吗 卫生局才发觉 哇可能有 这个有滚 所以说他们自己也觉得 就是说但我行政单位去查 很难所以说他就赶快通报检察官 跟检察官 跟地检署讲说你们一定要介入 否则我们很难 这是第四次以后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认为彰化县政府 或者说卫福部官员 你们了解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怠惰呀 卖不经心呀 或者是被手淫呀 手掉的这个状况 我不敢说 我不敢去做这样的一个评论 但是最起码我们从彰化县政府 在讲述整个过程 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查个一年 而且其实碰到这种大厂 压力很大 其实他们不否认这中间 其实明代的压力其实很大 彰化县议员 是而且他们说 其实他们这几个都是女流之辈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他们彰化县里面 除了局长是男生以外 然后下面几乎都是女流 食品药物管理的发明都是女的 有一个食品检验科 一个食品 就一个食品科 那大概这两个科 我们去看了 真的除了一个菜鸟男生以外 全部都女生 碰到工厂里 是他说他其实说 他们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么大的厂 而且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爆抗的话 那真的全民的那个安全 是很那一种 所以很谨慎 是当然 可是我不能 我也不能说 他们都没有 不管彰化县也好 或者是说卫福部也好 那或许他们在查验的一个技术 因为之前我也跟吴教授去讨论过 说政府的那种技术 那或者是说 他们受理的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 态度是不是够积极 搞一年 那后来是因为检察官 这个后续最近大家都知道 彰化地检署有检察官 他们这个还假扮那个酱油 观光工厂的游客进去查 后来就这个搜索的时候 收到了高净利的高正利的那个所谓奎花宝典 那我们来请教吴教授 就刚才这个李建新主编所提到的 就说被检举之后 他去他们还去查 查了出来的说跟真的橄榄油很像 看不出伪造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这个还有点差异 到了第四次一模一样 这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调和油调进去的之后 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检验技术去看它 你不能说只单方面的 比如说看某一种油的这种特性的 这种检验的方式 要全面性的这个油的特性的 这种方式都检验上去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检验 其实也因为不积极不彻底 才造成对对对对 故事咯 因为国家标准在做油的检验的时候 它检验的层面很广的 它包括它的所谓的这个酸价 点价氧化价 以及它的稳定性 它的外观 以及包括它的发烟点 这些全部都要一起检查 它的脂肪酸这样子 但是所以呢 它有时候在检验某一个层面的时候 它发现不对 它就可以把哪一个层面 满足的这个情况 就把它调到可以满足的情况 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更不满足了 其实就是等于说是大统 它这个高真理 他们知道卫生局或政府要检验哪一个部分 那我就把那个部分给调到百分百 那不就是有内鬼外线 这个内神通外鬼 你绝对是有问题 他检验一次之后 他就告诉你 你这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是不合格的 他再去把它调 把它调回来 但是调回来之后 检验人认为说 这个部分是合格了 可是检验人没有想到 他可能别的部分 别的特性不合格了 那这里面像高震丽这种高职毕业 对不对 当然他是油商经验非常丰富 食物经验丰富 有人怀疑说 他背后是不是有高手帮他去 这个做这个这种事 吴老师你认为的 当然是需要有人给他提供一些相关 相关的这个资讯 就是食品药学专家 对对对 需要有人给他提供这样的资讯 要不然他也没有办法去了解说 哪些东西去做怎么样调整 才可以调到那个位置 然后去检验的时候 会被认为说 他是比较符合OK的这个标准的 哇 那建新你们在调查采访当中发现 大统长鸡公司 有没有食品营养上面的专业顾问 在背后 我们要进广告 回来 8点43分59秒 我是周玉寇 这个大统沙拉油的风暴 越演越大 总统要开食安国事会议 这不只是食安 还有其他的勾结的问题 犯罪的问题 我讲的是问号 共生利益的问题 可不可以依次把台湾的食品安全的 背后的这些毒瘤都抓出来呢 我们等一会继续回到精彩的 coco早餐咯 coco早餐 这一期的金周刊 这个充分的 而且非常的彻底的把这个黑心油商高正立 他的贪婪骗局 这个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报道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说四次检举人 弃而不舍 一年才搞到 而且到现在为止 也不过就是参委假冒而已 那这个还说他没毒啊 怎样的 那刚才吴教授提到了 就说这个背后 他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的油调到 让我们政府检验都检验不出来 请教这个金周刊的主编李建新 建新到底后面 他们公司有没有这个背后 有什么食品一样专家做顾问啊 等等的 其实我呼应一下 刚刚吴教授所讲的 我觉得其实越查会越难 你知道吗 为什么因为刚吴教授 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好 他查了A成分不合格 对不对 他等于也知道 因为我要是油商 我也知道说 我A不及格 我下次来补考A好了 所以我就 我就条条变了A也及格 所以他的及格数会越来越高 那我觉得这个不需要 或许不需要高手 但是他的确 的确应该有高手 因为食品 食品 这个食品的成分 真的非常的复杂 我们自己在做这个题目 我发现说 吴教授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 否则我觉得 这个又弄懂 非常专业 也一个小专业有名词 就把你们拷倒了 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的难 我请问你 他有上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问号 将来可以查 他有上市计划 对不对 有有上市计划 因为其实像 他现在辅导了吗 还没 还没 因为我们也查不到 他的辅导厂商 那也还没 所以他财务报表不公开 他也不像复卫商说 他有 我们也看到他的股价 他其实是还没 但是因为他在 他要建观光工厂 以及就是说 他在扩大营业的时候 他曾经也有对媒体讲过说 他其实他营业额 可以从20亿到40亿 甚至到50亿 那他将来他就会说 他要集资上市 所以说他 其实他一直想要玩这个金钱游戏 这个是无可 这个是真的 这是台湾的这些中小企业商人 想要变大富豪 当然有些大富豪也很爱钱了 对一个管道 跟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坦途 对不对 那在他的 你刚刚讲到观光 这样有观光工厂 这样观光工厂开放 开检采 里面有吴副总统夫人 有蚂蚁男 还有这个交通部的 那个时候部长 因为他管观光 毛治国现在管这个石安 我觉得与其哀嚎 你不如就到歉 那个吴副总统 我真的是诚恳建议 你也不必很不高兴 说什么胡扯 什么东西 你就说 我就是地方人士 这个做了一个厂 我也不知道 观光工厂是政府鼓励 我就去剪彩 对不对 那事后闹出事情 就依法办理 这个观光工厂 你知道还政府出钱 补助 他现在被撤照了 可是他当时我们补助 他那么多钱 要不要给他摇回来 坚信 其实各地 各地都有在鼓励观光工厂 像宜兰县也很多 那我觉得我非常赞同 刚刚扣扣姐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政府官员 你有时候 其实人家媒体或民众 要的也不是说你 你怎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去剪彩 就等于是挂保证了 不管你是有心的 无意的 还是怎么样 你就说 你又说真的 不好意思 那我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的确 我觉得扣扣姐 讲的非常公道 就是说 你地方人人士的邀约 我们通常也要做做人情 当时去剪彩是OK 可是经过这个事件 你将来任何人去剪彩 或任何人去大言 麻烦你们要张大眼睛 我们政治人物为选举 你不要这个眼睛一闭 就去随便剪彩 那这个事情 就是说 他们当然很冤枉 可是他现在不能喊冤 因为他没资格喊冤 不管吴副总统夫人 或者是马亦南 这个马亦九总统的姐姐 还有其他的政治人物 包括中部 行政院中部执行 办公室的负责人 侯慧先等等 事实上那一天在台上 除了这个照片所出来的 这些蓝营的政治人物 因为那个时候是 国民党执政 这个吴院长 做行政院长 据当时在现场人告诉我 边边上全部都是 地方的议会的议员 而且很多是绿营的 那因此高振立 他是一个蓝绿通吃的人 这个你们在报道 当然也写到了 好最后我们来谈的 就是调和油 我今天刚刚在七点多 曾经列过八个大题 有一个最严重的就是说 吴教授 这个高振力 他可以赚暴力 就是因为我们调和油 可以合法的贩售 那调和油是 2010年 99年的时候 这个贩售的 我是诚恨建议 某一些师啊 你不要为调和油 这个做代言了 因为调和油 不是好油 吴老师 确实的调和油 严格来讲 他就是不是好油了 一般来在调和油的时候 很容易让厂商掉入一个 他可以把不好的油 把它放到 这个认为 大家认为要好的 这个油的 他就强调那个好的部分 好的部分 还有更糟糕的是呢 他这个部分可以去 打比较大的广告 说人体我们所需要的 不同的脂肪砖 是不一样的 比例要不一样 所以我必须要用 调和的方式 把它加进去 那调和了之后呢 加进去了之后呢 然后甚至呢 我这个油可以做到呢 你可以高温去 去煎煮炒炸 而且比较不会冒烟 这个婆婆妈妈们 当然是很高兴啊 因为她也不喜欢去 洗那抽油烟机啊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 植物油 经过这样调和 要达到那个目的的时候 通常来讲 她就必须要 做所谓的 这个轻化的这个动作 一旦轻化了 这个动作的时候 才能够把她的 这个所谓的发烟点 给她提到很高 可以煎煮炒炸 那一旦轻化的时候 你的反式脂肪酸 就会大量的这个产生 那实际上吃调和油 这个部分 你反而容易造成 所谓健康上不好的 这个情况 这调和油 到底是怎么合法化的啊 这个过程也有点 妹妹嘎嘎 是不是金周刊 将来也可以深入报道 以前我们不可以 卖调和油 为什么在199年开始 立法院就修法 可以卖调和油 应该是最好 是不要再卖了 卖了之后 容易造成怎么样 因为里面油的 种类很多啊 他真的要 煎煮炒炸的时候 真的要做 温度控制的时候 一般的这些人 还不知道说 用哪一个温度 真正的去对 哪一个 那里面成分很复杂 太复杂了 这个时候 你可能把里面 可能即便有好的油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 也因为你对温度的控制不了解 而把它破坏掉了 所以营养的成分会丧失 再加上 他必须要经过氢化 你可能吃到更多的凡食脂肪 当然这个问题 就是说当事人 像阿基斯这种代言人 或者我们应该给他 也一些讲话的机会 但是调和油 并不是最好的油 而调和油 变成这个食用 合法的这个油之后呢 他让很多的油商 就可以用廉价的油 跟好的油 放在一起来卖 而且还把价格弄很高 然后他去强调 那个橄榄油的成分 但事实上 他橄榄油只有40% 或是30% 通常是这样子 对不对 那调和油不是好油 阿基斯调和油不是好油 这个是吴教授说的 我也这样认为 我从来不用调和油 所以调和油背后 有一些政治的 这个lobby的因素在里面 这是百分百的 马建新 用我们跑政治新闻的 常理来推断 是 应该是这样 而且我其实要补充一下 不止调和油 不是好油 调和的东西 你都像我们之前 也揭发过调和蜜 还有你知道吗 像我们之前在追 胖大人香料的这样的 后来才发现原来 β胡萝卜素 还有像松露 这种东西 现在的化学技术 都有办法 可以弄到海 你几乎 几乎化学仪器 是不太可能验出来的 今天的时间关系 非常精彩的 这个金周刊的报道 以及吴嘉诚教授 帮我们做的专业分析 当然将来这个 吴教授会很忙碌的告诉大家 那我们又不能吃调和油 但我到底要吃什么油 这个我们将来有时间 再继续来讨论 不过食品的国事会议 它不只只是针对食品安全 而是整个台湾的经济结构 消费结构 跟它的这个官商学界的 这个共生链的问题 这点恐怕马江政权应该注意 谢谢 谢谢 嘿嘿 我是伊兰的舞茶DJ维多